原标题周渔民一家首次同框网友 却不希望看到他的生活 让他们自在一些1月9日 有媒体拍到周渔民一家三口旺动物园的照片 周渔民戴着真知帽 推着婴儿车胡子拉茶十分随意 他的妻子玉红渊 也穿着很随性的服装 但皮肤状态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这是周渔民一家三口首次同框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 甚至有不少网友发出疑问 周渔民什么时候结个婚还有孩子了 周渔民语言程序无见好 周孝天组成F4出道后 拍摄了经典偶像剧流星花园 以其中忧郁男神花泽类的角色圈粉 无数2009年 周渔民大多把时间花在个人影视圈的发展上 他拍摄了匹子英雄 爱你一万年等多部影视作品 虽然演了不少作品 但大家似乎还只记得当初那个花泽类 在2018年 他通过和迪丽热巴主演的烈火儒格中隐选的角色 让观众对他渐渐有了改观 也不见意识到当初的少年如今已经成熟甚至为人父 2015年周渔民晒出与女演员 郁红渊的婚戒宣布 两人已经结婚时 很多女粉丝都知乎全体失恋 但看两人幸福 低调而又甜蜜的样子 也都十分祝福郁红渊 为周渔民生了个女儿 但他们一家似乎并不是很喜欢高调的 宝和照晒的公众平台上 所以至今很多人都没有见过他们同化 此次周渔民和郁红渊 以及他们的女人观众物园 被记者拍到大家才再一次看到郁红渊 他的社交平台自从2013年后 就显有更新在他们家周渔民 更多的曝光在大家的视线里 而郁红渊则渐渐赞出观众视线 成了贤妻两母好久不见的郁红渊保养的 依旧很好 网友都夸赞他的颜值很高 他们看起来十分登对 虽然看到他们一家三口甜蜜 让动物园粉丝看了也很开心 但不少人还是表示 不太希望看到他的生活 因为大家觉得宰宰周渔民 本来就对自己这番感情保护得很好 不希望过多的被外界的人知道和评论说明 他们就是想低调的生活